驾车头中 突发意外 三名彪悍的男子 是抢劫还是绑架 峰回路转 议程交通意外 奇效不断 一线即将为您讲述 专业抓酒驾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夜线节目 我是张岳 酒后驾车呀 其实一直是不允许的 但是呢 以前人们没当回事 照样酒驾 这两年不行了 管得越来越严 真的会因为酒驾坐牢的 所以现在赶酒驾的人已经极少了 但是到什么时候 都有那个报告性心理 依然这样做的人 于是呢 居然催生了一个新行业 就是专业抓酒驾赚钱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起来看 2015年11月30日晚11点半 家住吉林省吉林市的郝先生 像往常一样开车回家 当车开到吉林市解放大道 与西安路交汇路口时 他突然感到了异常 因为必让吉时 郝先生夺过了黑色轿车的撞击 躲开来之后 我当时就在疑惑 然后就是心里就想 这是精神病 这是精神病 然后就怎么开车呢 就在郝先生庆幸自己发明快 躲过一劫时 事情又发生了变化 等到我们都拐过来之后 刚拐过来 然后第二下呢 他又猛打个方向盘 一下创在我这个车的这个前方 直接就创了 一辆黑色轿车从侧后方 撞上了郝先生的左侧车门 郝先生急忙下车 质问黑色轿车司机 可对方的态度让他十分意外 当时开车的这个人 态度还非常好 这个大哥不好意思 你得倒是我的错 我车有这个大宝 你放心 我给你修车 什么什么样的 态度很 这方呢 他也是说的这个 就是报保险 出保险 打电话 说要报保险 怎样怎样 但郝先生没想到的是 十多分钟以后 来了三名绑大妖元的男子 但他们并不是保险公司的人 然后当时就一看转转打万人 就是社会人员 下车之后直接就说 你喝酒了吧 我当然是否认的 我说没有 没有 没有报警吗 听到对方说要报警 郝先生紧张起来 因为就在半个小时前 他吃饭时确实喝过酒 始终抱着都是在侥幸的心里 天特别晚了 半夜了 路上没有警察了 我回去查酒驾了 他说你就是开车我家走 别人看自己 直到自己喝酒 路面喝酒的话 那就是中午上 那就正常走重去就好了 直到这时 郝先生才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提出和对方私聊 不要报警 那我当时就很紧张了 就是说他可能抓住 你喝酒人的心理 包括造事的 有交通事故了之后 你这种害怕 怕丢人 或者是怕处罚 或者是各种小担心 怕家里人惦记 我说我就是私聊 一番交涉之后 对方表示可以私聊 但是郝先生必须赔偿人民币一万元 他修车的话 也就是个千八百块钱 然后张主 就是要一万 我肯定不接受 聊来聊去就说 那这样 最低 你得给六千块钱 然后后来 我也写 六千六千 花钱买教育 郝先生觉得 赔偿过高 但是又无可奈何 确实挺憋气 而且是 咱们有痛处 有短处在人手里 因为知道你喝酒了 他心里很有底 说什么报警 或者什么样 然后让你害怕 然后他从而他提出来 说要钱的这个要求 你这个哑巴吃荒莲 有口说不出 对吧 本身你喝酒了 你开车就不对 第二天修完车之后 我就 也就感觉特别窝囊 我说这个事虽然就是 但这口气有点的 事发后第二天 郝先生觉得 咽不下这口气 还是选择了报警 吉林市公安局 传营分局 接到郝先生的报警后 根据郝先生所提供的 肇事黑色轿车 车牌号码展开调查 当时车号被害人都记起来了 经过我们对事故客 和保险公司调查这辆车 发现这一台车 在一天内就创了两次 并且在一周之内 保险公司出了好几次现场 驾驶员呢 还是同一个驾驶员 觉得肯定不是偶然的 一个现象发生 通过交警的那方面 再通过主要的一些路段 一些视频监控 或者进行查找 又合了一两个被害人 另一位受害人曹先生 也遭遇了和郝先生相似的状况 而且对方的手段如出一辙 已经后半夜两点多了 两点多之后 帮我开车 送我两个朋友回家 当我朋友下车之后 然后后面有一辆车 对上我的车了 由于之前呢 我也喝点酒 加上当时也比较晚 所以整个人情形状态不太好 对方呢 一个幸福的一个男生 出面跟我去谈的这个价格 他让我赔别人三万块钱 当时我没有同意 然后我们就谈那个价格 最后把这个价格 就定在一半五 这个照顺的过程 和这个郝母会创的过程 基本上相同 结果一查对方嫌疑人的时候 警方特上 经过被害人辨认 和郝母被创 然后参与的这个犯罪嫌疑人 基本上吻合 说他们这职业碰撞通过 那个依据是什么呢 首先这些人 除了他一个主犯 父母这哥哥以外 其他人都没有其他固定职业 主要经济生活来源 都靠这个碰撞 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 一个职业化的碰撞团伙 浮出了水面 初步调查清楚这个案件 是事案员员 大约是七八人 然后事案车辆 当时我们查的时候 事案车辆就大约是四五台 然后我们确定险人人 通过这些车 确定险人人 这几起案子当中 最主要的一个驾驶员 就是一个小个 三十左右岁 挺瘦的 被害人都反映出 这么一个驾驶员 这个驾驶员 进入我们查 外号叫小龙 2015年12月18日 吉林警方经过一个月的蹲守摸牌 终于将以父母为首的碰撕团伙中的六人 成功抓获归案 这些嫌疑人 平时都吸毒 在一个游戏厅里头 就是他们经营的游戏厅里正吸毒 完了我们就去了 去了之后 这个嫌疑人都跳床都跑了 我们撵 当时冬天 他就穿了一个 这个短裤 光脚跑的 上身都没穿衣服 我们跑了那有200多米远 让我们明镜给按住了 最后呢 是在证据面前 这个主犯 傅某和小龙 如实供诉了他们的犯罪事实 被害人都不特定 第一 他是案件数比较多 第二呢 那个针对这个群体比较特殊 都是酒后驾车的人 然后有个别是他的首人 广大市民要想避免这件事的话 首先还从自我做起 尽量被酒后驾车 该团伙主要针对酒后驾车上路的驾驶员 尾随伺机制造寡蹭 并以报警相威胁 索要钱财 大部分受害人 因担心自己酒驾被追责 都选择赔钱了事 并没有报案 他都不敢报警 就是 交警队给我们提供的线索 还有当时打122的记录啥的 电话记录 然后脸上的被害人 哼死过程中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制造寡蹭事故 而这项任务 正是由蓝某龙来实施的 蓝某龙出生于1986年 内蒙古西林波勒蒙人 他曾长期从事出租车司机工作 之所以能称作碰瓷 完全是说在开出车这段时间 凭着自己的一些经验 经常开车事故相对比较多 多了之后 凭着他对这些交通的 掌握的这些知识 加上自己的手法 加上以前的开车的一些经验 然后有可能就被父母相忠了 我又往前走 他一拐弯一般别冲了 对吧 开车的一般就是 比如说蓝某 孙某 一般都开车的 手法比较好 蓝某龙每次跟踪和胖死的目标车辆 事先都会由团伙里的 另一个成员周某确证好 并通知蓝某龙 蓝某龙每次撞完车后 也并不直接要钱 而是打电话给傅某成 由傅某成出面 敲诈碰撕对象 我如果哥打电话 问问他吧 他什么 我说不是我去打 然后我哥来 他来台 我没心思 就是说 我有一种感觉就给 就是说 他的交通事故也是 就是说 对对方的责任 也是很正常 都是就是说 赔钱也好 还是怎么样 是他们自愿赔的 也没有强迫他们 也没有说 说什么过格的话 都是 就是他找 这些人私了 而不是说我们 非要跟他私了 出的事情都 我一个人身体 我也不明白是咋事 父某一般就是 出了白事 都创完了之后 出来来讲课 来贺人 据警方统计 即一年的时间里 胖瓷环火 涉嫌作案 二十余起 涉案金额 三十多万元 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 发现 胖瓷环火中 除了傅某城 蓝某龙等核心成员外 还有一些流动成员加入 他们的车辆会定期的更换 用一段时间 造势几次之后 就会更换自己车辆 最让警方感到意外的是 具有研究生学历的王某一 竟然也参与其中 他父亲曾经是一位高等学 或者一个校长 因为他接受过高等教育 所以他很冷静 他自己有一家公司 做的是海鲜弄货 虽然公司不大 能正常运转 我们在那办公室抓的 非常配合 母亲也是有正经 八卫职业的 就觉得说 这孩子不应该出这种情况 王某一家境优越 还是吉林省长春市 某公司经理 对一些家境的经验了解 觉得这个人 无论是性格上 还是这个 本身这个 知识这个层次上 都要高于 团伙的其他成员 观众朋友正在播出夜线 到场嘉宾 黄新国律师 心理专家 汪斌博士 欢迎两位 我想先问问黄律师 就是这个酒驾的 法律责任到底是什么 是 开车不喝酒 这个事咱都知道 那酒驾的法律责任 现在主要是两种 第一种情况下 就是如果达到 酒后开车的情况 那这种就是 学业中的酒精含量 达到20毫克 每百毫升以上 就要进行 首先驾照吊销 暂扣六个月 同时要处以罚款 那么如果是第二次 又出现这种行为的话 驾照就要直接吊销 同时还要处以 十以下的拘留了 那么更严重的 就是进入最佳的程度 最佳的话 那么达到 学业里的酒精含量 达到每百毫升 80毫克以上的时候 就要进行 更严厉的处罚 我们都知道 刑法车站8 已经把醉酒驾车 放入刑法了 这个是属于犯罪的 那除了当时 交涉驾照 五年内不能取得 驾驶资格以外 更重要的是要被判处 六个月以下的拘役的 那这个行为 就非常严重 比如说 我是公务员 那因为我的这个酒驾行为 被判处拘役之后 公务员资格是要丧失了 这是属于一次故意的犯罪 那处罚是相当严厉的 就是说 只要你酒后驾车了 甭管你喝醉没喝醉 只要有这个事 最低最低的是 先半个月扣驾照 你就别开车了 半个月半年 就别开车了 对 然后罚款 如果还有过前科车 第二次 您就得永久吊销执照 还得在这个拘留所里边 再关上它10天 对 如果达到了 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以上 甭管您酒量多大 你说我没喝醉 都算醉价 如果达到醉价的程度了 还得坐牢 是的 还得丢工作 没错 而且我们看到 最近对于这个醉价行为 基本上这几年都是一种高压态势 到现在为止 媒体报道 我们没有看到过 够醉价的标准 被判处缓刑的 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 基本都是去做实行了 所以沾了酒驾的人 一定是非常害怕报警的 是的 对 他就是多少钱 他都愿意私了 他不敢报这个警 因为后果太严重了 不只是个人的自由受到影响 你可能工作事业 一辈子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这个案件的主谋 副谋 现在就说 我没怎么着 他们自己主动愿意跟我私了的 他们愿意交钱 我并没有跟他们说 特别狠的狠话 吓唬他们 他们自己不愿意报警的 所以这怎么能怪我 现在说我违法犯罪 我根本就没有 他还挺冤 黄明老师他站得住脚 其实我们想想这个事 就这些人为什么跟他私了 前提是先有寡蹭 寡蹭怎么来的 是他们精心策划和制造了 所以其实这是一种 请军入共事的骗局 对不对 而且他们也没有这个权利这样做 他们充分离动当事人一个心理 就是当人自己也说了 就是侥幸心理 侥幸心理就是万一我不会被抓住 万一不会出事故 不会碰上别人 但是万一的前提是有恐惧在 对吧 他还是担心有可能最坏的可能性 变成真实的情况 结果真是碰上了真实情况 他们就懵了 在那个当下 他们可能不会想到这么复杂 有这么一个局自己钻进来了 他们可能会觉得 自己担心的那件事 真的是噩梦成真 这个时候恐惧战胜了一切 包括刚才黄律师讲的 对未来的担心等等 就干脆赶快了这事 总比未来付出更大的代价要好 其实你是利用了对方 不敢报警的这么一个恐惧心理 制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局 然后逼迫对方 使得对方不得不掏钱跟你私聊 然后你还说他自己主动愿意给盐私聊的 这不怪我 所以显然这个就是勒索 没什么可说的 这个警察刚才也说了 就是说抓贼是一方面 那是警察的责任 但是作为受害者 你说你怎么避免这样的局 我觉得唯一最好的避免方式的 就别再酒后嫁了 别干这事了 这几个嫌疑人 我也真觉得挺佩服他们的 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想出来的这种招 他就天天也不上班 也不干活 然后他就在饭馆里坐着 然后就等着看谁喝完酒以后动车了 过去就碰人家 然后马上就拿到一大笔钱 你说他们有这么坚定专注和聪明 我觉得干点什么都能活 就想出来去干这个去了 也是够怪的 尤其是其中有一个这个王某亦 反而现在看着是不可思议 研究生学历 自己有公司是什么经理 什么他爸是大学校长 独生子 怎么混进去干这种胖瓷的事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那么头顶许多光环的王某亦 为何会加入碰瓷团伙呢 目前已被驱跑候适的王某亦 出生于1985年 王某亦的父亲是吉林某大学校长 母亲在医院工作 王某亦是家里的独生子 从小家境优越 这贯大的 要啥也买啥 想买啥都行 就是富人天的 王某亦说 在他进行长大的过程中 父亲曾是他心中的榜样 王某亦说自己因脾气暴躁 经常惹是生非 每次都是父亲出面帮他摆平 从上大学就一直打 一直打 大学毕业 大学毕业在长生工作还给人打 打脱回血流那种 脾气不太好 有时候两句话说不对 就跟人又朝着去动手去打 那时候也加了英雄打仗 也赔不少钱 那在父亲手底 就是念了四年大学 算是一分红身 王某亦最终在父亲所在的学校 获得了研究生学历 毕业后 王某亦希望像父亲那样成功 这段时间 他频繁转化行业 在他心里 这是他人生中最顺利的一个阶段 行业经济太多了 一直在换 一直在股票里做 从建筑 金融 教育 像个体 像餐饮什么的 后来去到南方 当老师 就业指导 就是告诉那些学生 怎么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的价值观的 给自己以后未来有规划 从那时候还教育人家呢 2008年 王某亦在父亲的帮助下 进入了一家国企工作 但是在这里 他感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挫折 我们领导换了三次 然后就把我从上面一击一击就往下窜 我最高的时候在那里是 吉利福公司的行政主管 然后一击一往下降 最后降到资料员 就是私工资 然后觉得刚才没意思 王某亦不仅在事业上经历了挫折 2010年王某亦的父亲又被查出 身患肝癌 就是我爸那个分情是最不好的分情 就是非常容易转移 非常容易扩散 我父亲就是想看我结婚上自己的家 就赶紧就是也是家里接到的 差不多双方父母也同意 就结了 王某亦说 为了完成父亲的心愿 2013年 他在家人的安排下结婚 婚后还贷款 买了一辆价值三十多万的轿车 一个是 也想找人 就是说 把后面位得直接订了 就结了婚 人毕竟都是结婚生子 正好那时候我父亲也是病得比较严重 我说那就结了 心思们就结婚 父亲治病 让家里欠下了债务 为了还债 王某亦开始自己创业 做冷线海产品的生意 那时候我父亲有病的时候 我在外面也遭遇过就是不少事 那都是自己解决 我感觉自己解决的事挺麻烦 挺累的 父亲走以后那时候已经治疗了 家里欠了钱 那家人那时候买车 家里欠了钱 2014年年底 王某亦的父亲因病去世 从此 在父亲呵护下长大的王某亦 开始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 王某亦曾一度检查出患有抑郁症 打击很大 去医院做过就是那种心理疏导 我说现在有轻度的医院 我当玩笑听 我感觉男人正常有事的话 跟这说跟那说说太多了 人家也笑过 这段时间王某亦与妻子很少沟通 两人的关系也每况愈下 王某亦说最让他无法接受的是 以此因为贷款需要付其双方签字 但妻子一直拒绝 王某亦的岳父也不支持他举债投资 然后后来我找了他爸 我问问他爸 他说为什么不签这个字 我说这个钱是我用 就是我用我 我和银行去借 我也没向你们家去借 对吧 我挣上了福利就挣上我还 他说你还不起呢 他说存在还不起 就即便还不起的话 我自己有房子 对吧 我卖我房子我还钱 我也不用你供应跟我一起话 他爸当时说了 就是挺不是人一句话 怎么说 他说是你挣上钱了 没赔上 你把挣上钱都还银行了 我供应是不是费 我觉得当老人 你要说出这么一句话 我挺丧良心的我感觉 因此王某亦一直对岳父耿耿于怀 2015年王某亦与妻子离婚 他所从事的生意也并不顺利 还不断的被催债 后来俩人一直吵一直吵 后来他爸 后来也说 你既然这样的话 你俩就不行拉倒了 我脾气也不怎么好 你说拉倒就拉倒 一直研究做生意 做生意挣的钱也不是那么多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还可能赔钱 想就是欠钱怎么还 怎么最快的人还 然后开始自己 就是真正自由 就是不欠钱 自己想怎么花怎么花 想怎么过怎么过 就在这个时候 王某亦的司机李某告诉他 吉林有一个挣钱的好项目 说想不错挺好 说挺赚钱 说要不要举抗 我说具体就是关于什么的 关于什么 现在万一也收明白 你跟我去就知道 王某亦便开着自己 价值三十多万元的轿车 来到了吉林 在司机李某的介绍下 认识了傅某城 虽然心存疑虑 但再三犹豫之后 王某亦最终参与了碰瓷 在王某亦参与的两起碰瓷中 他本人并没有亲自驾车 执行碰瓷任务的 正是蓝某龙 第二天说出去吃晚饭 没看上去两分钟 就把一车闯 也不知道聊的啥 出来之后就说 对方司机是喝酒的 对方司机答应说 是拿五千块钱 把这事给了事 小龙又说 奥迪加速好 一脚肉给大了 给人蹭了 因为两次作案下来 傅某城 分给王某亦的钱 还不够修车的费用 王某亦便又回到了长春 我两千元修车 我换了的是两个电机 两个油网 就花了四千多 实在是 我是受不了了 我就走了 后来检查院再来 跟我说 其实那次负责要了一万五 直到2015年年底 王某亦因涉嫌参与诈骗 被警方抓捕 他还没有意识到 这是在犯罪 真没想到 有这么严重的 就是这后果 以前不就是做车号吗 我们就冲了一次 能冲完一次 能怎么拍这钱就完了 后来他就退出了 退出这个团伙了 但是这规划行为 已经实施了 以前老人怎么说 平平安平平安的 你都感觉 这男的 这床世界呢 这干活呢 这平平安平安的 过来过来 这一辈子过来 那多赔呀 那现在想想 还是老人说的 这小天最好了 和王某亦一样 四季蓝某龙 也曾提出过 要退出团伙 但是他并没有成功 每次都会遭到 傅某城 极力阻止 如果我如果回家 他就感觉挺 他挺不愿意的 但是激劳 就是 孟姆子 蓝某龙 由于父亲早年过世 家境贫寒 小学没毕业 便辍学打工 2014年 来到吉林 蓝某龙说 他把傅某城 当成自己的亲哥哥 一样对待 钱呢 钱财有时候说 花钱啊 他要购卖 就要买那个 就感觉人 挺讲迹的 买买医生 把他吃喝啥的 都挺好的 就感觉是挺好的 就拿着当 亲哥一样对 他对我也挺好 我对他也挺好 不分一百一二百 一般都是父母 他们拿大头 拿大头玩上的呢 少来少去的 给那个下宝这些人 不不 这个很大兄弟 朋友 就是朋友吧 蓝某龙说 他从事出租车司机的工作 有七年之久 又苦又累 还挣不到钱 养车赔的 就是一点点的 车越来越贵了 就是给人打工 给人看书车 一天这么半天来 感觉挺闷意子 看书车吃辛苦的 蓝某龙认识父母成后 听说抓酒驾 更轻轻松松挣到钱 便加入了团伙 他们说 这玩意 抓酒驾是怎么的 我也不懂 确实是不懂 后来他开始 刮了以后 我说这不是一个交通事故吗 就以为是个交通事故 没以为是犯罪的 蓝某龙碰瓷所挣着钱 大多被他用来玩赌博游戏 吸毒挥霍 并都问 一年多久了 一年多 其实怎么说呢 朋友之间坐在一起 其实我朋友玩着玩 就感觉这玩意挺好奇 花得非常快 还没有了就跟我接 他本身就欠五千 欠多少钱 大鱼 我输了点 完了他下去点 接了五千块钱输掉了 蓝某龙说 每次他提出 要退出团伙时 傅某城便会索要蓝某龙欠一下的钱 蓝某龙无钱还债 便只能继续作案 无法脱身 给他打电话 说回家过年 忙着你 也不知道怎么 旁边有人咔呢 也不知道怎么的 完了就 你打什么 我还听着 打什么电话 撂 完了他就撂了 完了他就没信 人不能太义气 太义气了吧 被自己也不好 把自己都扛掉 法律也不懂 就以为是个交通事故 没以为是犯罪的 想撤出我也 不那么容易了 这一生 就是 够像了 说到解析极思广益 观众朋友继续播出夜线 他们这还不是普通的 那个敲诈勒索 他们还是一个分工 非常严密的一个团伙 对 如果是团伙作案的话 有什么不同的讲究 对 那么实际上在团伙中 我们看到 他这个里边分工很明确 有钉梢的 有撞车的 有去要钱的 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首要分子 这个父母 肯定是要对团伙的 全部犯罪去承担责任的 那至于像最后 我们看 开奥迪的这个同志 是吧 他呢 可能就对他参与的 这两起去承担责任 他们是差不多 他们做了很多起 对 差不多金额有30万左右 对 那么这个是很有可能 构成数额特别巨大 有可能主犯 是要被判10年以上的 因为敲诈勒索 也是一个典型的数额犯罪 主要就是考虑 你的这个犯罪数额大小 来考虑这个社会外星 说起来这里边 干的最少的 就是这王某一 他只干过两起 但是他是最奇怪 最不应该裹到这种事里边的 刚才我们看得出来什么 父亲是大学校长 他自己研究生 家里条件特别好 又有公司 一会又是国企里边的一个经理 到最后 他居然变成了一碰瓷的 王某老师 能不能解读一下这个人 他特别引用了一下 他爸爸教育孩子的方式 据说是跟国外学来的 是吧 因为他爸爸留下了很长时间 就说让孩子去体验 但我们会发现 他爸爸好像知情并不合一 他貌似让孩子体验体验什么 你打架我来收拾 你找个工作 我帮你找 对不对 孩子体验是什么 是一种包办代替 所以你会发现 当他爸爸住院生病之后 他发现自己面对生活困境的时候 觉得很累 就不想面对现实 所以我会觉得 这就是典型的 不愿意去付出 但是心气又很高 见过好东西 生活让人不愿意妥协 最终就会觉得天下人富我 我怎么这么倒霉 我就觉得这人小事真的很自私 就是一个例子 结婚之后 然后他想要贷一大笔款做生意 然后他妻子认为他不行 他做不成 就不愿意跟他共同签字 承担这一笔贷款 就是为这件事情 最后他就骂 因为岳父也向着自己的女儿 不同意他这么做 我觉得你看他这人都能看得出来 他做不成 这个钱一定要赔进去的 人家如果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 这个是情有可原的 您替您自己想 人家也替人家的女儿想 然后你怎么就可以说 那个老佑 就不是个人 没有良心 因为我觉得你也太自私了吧 就是你需要什么 别人都得配合你 所有没配合你的人 就不是人 这世界得围着你转合着 所以太奇怪了 所以我看这王某一 他到社会上以后 他有很强的受挫感 从职位不停的被降级 包括做生意 其实也没有什么赚的大钱 这时候他受挫 但是心情比较高 自识比较高 肯定就想一办法 我怎么能赚快钱 你说作为研究生 他能不知道这事 他叫项目是吧 他不叫案件 这项目叫 好值项目 大家都很有面子的 说得很好听 但是他能不知道这笔法 一定知道 但是他赚快钱 不愿意付出 好利物劳的那个性质 占了更重要的 他是富有人家的孩子 去碰瓷 蓝某龙是另外一个极端 是穷困人家的孩子 也去碰瓷 我觉得他们俩 真的不再家境穷富 在家庭教育的是非观 价值观的结果 这个孩子变成什么样的人 你看这个穷人家的孩子 和富人家的孩子 是非常共同的 就是极度自私 好逸勿劳 那个蓝某龙说的是 他是个出租车司机 他说那个没法干 又苦又累 挣那点钱 根本活不了 我想满街出租车司机 都挣钱养家 自食其力 虽然辛苦 怎么就干这个都活不了了 就必须得去绑家乐锁 这是干嘛呀 所以呢 对 如果您要自私 您要好义不劳 您还不敢正视自己 您还在替自己 找着各种借口 我就是因为仗义 我就是因为 我就是因为仗义 想义؟ 我就是因为仗义